好 县长徐真卫在原名处长陈建村的陪同之下呢 会见利新社会福利事业基金会花联分事务所主任朱庆平 以及爱的琉璃珠精品策展人梁国荣理事长 并且肯定利新社会福利事业基金会 给予弱势妇女重返职业就业的机会跟力量 利新基金会为了培业弱势妇女及职场 设立准备待职场新工坊 协助弱势妇女经济独立的希望工程 透过手工艺制作流理瓶职能训练以及艺能引导 让女性在流理工艺的世界中探索自我 在逐步创作以及智力中找到自信 勇气以及自尊 陪着流理稍制与手作专才 提升妇女们工作以及理想竞争力 然后受到疫情的影响 新工坊无论是实体店面或是机卖的作品 受到严重冲击 因此利新基金会在8月1号到8月30号 在简安乡浩克艺术村举办 120度浴火重生爱的流理精品展 以及艺能活动 并且结合艺术家卢俊翰与妇女姐妹们 合力创作杀画以及各式流理作品 期盼社会大众给予姐妹们鼓励已经更多的自信心 先来许说表示感谢利新社会福利事实行会 藉由新工坊烧制流理的过程 可以若是妇女们就此前的适应环境 启发她们的艺术与创造力 建议她们重新踏入社会的自信心 透过一件件艺术创作疗愈生命中的伤痛 进而走出增加创作的信心 增进产品的艺术价值 现在许说以奥琴相亲一起同进 1200度一火重生爱的流理金瓶盏 用神行动来感动他们的生命故事 感受生命锤炼后的美好 记得喜欢华德佬